弟兄姐妹和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你们来到线上的每日曙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信息是 上帝会赐我们智慧 箴言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来看 耶和华以智慧滇定大地 以聪明兼力高天 因他的知识深渊就裂开 天空也低下甘露 我们有没有试过在一些迫切的情况 需要找寻一些有智慧的人 帮忙去处理棘手的事情 或是当我们的人生处于抉择 或分叉路口的时候 多么的希望身边会有一些充满鼓励性的长者 用他们智慧与温柔的言语来勉励我们呢 其实更多的时候 向人的资讯其实更远远来不及 我们的父神上帝他的智慧相比 因为他必会赐我们智慧和恩典 去处理我们需要负责的事项 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 耶和华是以智慧立地的 书卷的作者吕赤 来说明智慧的卓越性之后 就开始描述 智慧与上帝是息息相关的 智慧是神圣洁的能力 也是创造的基础 并且因着上帝的智慧 万物才有秩序得以维持 今天的科学也证实了 神在万物当中所彰显之奥妙的智慧 因此我们不得不为此而感到惊叹 这段的经文19到20节 其实也是对于上帝价值的智慧与能力 智慧与能力是神所创造的审判 甚至是护理的工具 神同时也是一名智慧的主 因此上帝的百姓 就是我们在许多的为人处事上 一定要谨守真智慧 乃是来自于上帝而不是人自己的 因为所有万物都是借着神被造的 智慧也是从他而来 就像箴言里面另一段的经文 里头有叙述着 当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 千万别太依赖自己的聪明才干 反而要依靠上帝的智慧 才能使我们走得更长更远 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 箴言三章19-20节 耶和华以智慧奠定大地 以聪明兼力 高天因他的知识深渊就裂开 天空也低下甘露 因为上帝他自己以智慧 创造宇宙万物包括我们 所以他是值得我们信靠 随时求智慧的源头 无论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 也包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小事情 上帝他自己 必会在我们这些百姓身上赤下 我们所需要的智慧 也会让他智慧的影响力流露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学习与寻求 今天就让我们让神的智慧 充斥着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 好让神的智慧 帮助我们活得更得胜 更丰盛 更有信心和更有智慧 上帝赐福你